来自法国的暴力人神父今年70岁 来台将近30年的时间了 在今年的年初 他领到了台湾的永久居留证 他跟我们的姻缘非常深厚 原来早在他还是上班族的时候 就曾经来台湾出差 当时就爱上了这一块土地 没想到他服侍天主之后 就被派到台湾来从事慈善工作 他知道台湾民众很多人信奉的是佛法 所以虽然身为神父 他还专研佛法读佛经 为的就是跟街坊邻里之间 能够多一些话题 神父专注翻阅书籍 不过里头的内容写的 竟然是佛教的历史 从佛法和圣经之中发现 共同点都是为了爱 来自法国的暴力人神父 为了了解台湾人信仰 融入文化社会 选择从阅读佛教书籍开始 所以设计这个金情怀也是帮助很多的 有需要的人 有受苦的人 所以我们用这个精神 就可以把爱传给别人 来台传教将近三十年 七十岁的他在今年有了新身份 一月的时候拿到了永久的居留证 我做的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很感动台湾的政府 这样交代我们 我觉得没有别的国家 会对我们那么好 而且这样帮助我们的工作 谈起因缘也是由工作迁起的 还是上班族的他第一次出差到台湾 就留下深刻印象 心中就浮现预感 会再重新踏上这片土地 应该是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当然法国人 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跟台湾人一样 但是你做这样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差不多四十岁 快四十岁 所以我就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在台湾不久的时候 很好 果然台湾的土地会粘人 在成为神父后 就被所属教团指派来台服务 除了要包办教堂的大小事 也走进林里传福音 深入偏乡关怀 更到大学授课 最难是没有办法表达自己 特别是这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想法 我们应该只有能力 说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 外国人需要学习 用很简单的话 表达有意思的内容 特服语言 宗教 种族界限 跳脱工作 彻底爱上这片土地的新台湾人 持续耕耘社会的暗角 回馈台湾也挥洒这份爱 大一新闻 陈品杰李军威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